蠻想要知道就是 該上哪個職業比較好的 但是現在並沒有這樣 現在我覺得就是隨機了 喔齁 除非是到了最後一場 比如說已經2比0了 嗯 然後再選一套 比較好打的先上這樣 嗯 就是去 讓對手的那個 磨對手的時間 磨對手的心力 喔所以你是傾向這個玩法 就是不會說 反正我每一套都要過 所以我拿哪一套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還是傾向先拿優勢舉開 對對對 我認為這樣 這樣子是能夠增加勝利的方法 哪怕增加一趴或兩趴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怎麼去 好看到兩邊選手已經進場了 同學是來自中國的Jason之後 已經很豐盛 現在他們已經在選擇他們的畫面 Jason Joe vs Frozen 來開場之前我們應該還是 再來看一下兩邊選手 在賽前這個對對手的評價的訪問 I think Jason's been playing pretty solid Frozen bring a very good deck The mage counters a lot of our good decks I think Jason Joe has the standard lineup It's nothing new But his Jude maybe has weakness It should be very close game I am favor versus Jason Most likely is 50 to 50 And I expect to win It's basically up to our performance Jason Joe vs Frozen Let's do this Nice 戰力結尾現場 小心兩邊應該是這個摩拳擦掌 已經準備好了 Jason Joe已經是第二次走到 四...欸?去年好了 對,也第二次走到四強 我們已經是他自己 去年也是四強 可惜來看一下這邊第一場開場 Jason Joe是拿出自己的青王賊 來面對佛聖子這裡的他的西瓜樹 那兩邊的優劣開呢? 呃...顯然是那個... 那個...控制數會大一點 對對對 因為控制數有很多的AOE嘛 那青王者是比較偏向一個戰場之間 對不起,是西瓜樹 唉唷,我原本... 因為他的西瓜... 他的西瓜樹裡面沒有放兩張巨人 對對對 一直...一直沒有... 就是比較不一樣 但他還是有這個末日 然後包含有石頭立方體的這一套 那原本... 我看到... Jason Joe的棋手 我們想說換完青王 因為他是全換 硬找青王穩了 想不到兩張傳說都套手了 呵呵呵呵 另外一張來的不是時候 呃... 呃... 這裡佛聖子應該還是繼續抽牌吧 他還是希望能抽到一些... 像是... 二費的AOE 嗯... 褻毒 對,抽到褻毒 或者是趕快抽到5加1的combo 嗯... 因為5加1的combo只要一叫出來 叫出虛無領主之後 呃... 這對戰基本上就是穩了 嗯... 就算...這算是這個對決裡面 尤其是蟹毒在... 輕盜賊的場的時候 他起手有起法傷 有起腐化 狂性者 那基本是2傷2傷1傷開始少 對 所以你幾乎可以把賊的場全部清掉 這是... 但如果你要開始止血的話 或者是打出反攻 他武器現在能拉的一張是末日守衛 這個其實... 在這個對決裡面不是... 最理想的 你最理想還是先拉939去擋一輪會是最好的 嗯... 那這邊應該就是下一張... 下一張... 下一張水手 去做一個加壓 嗯... 那會... 會把這個硬幣去留給像是戰馬 呃... 就算說這裡是沒有放巫妖王的 那他可能留給戰馬 或是留給一個... 呃... 屠殺者的一個combo 嗯哼 就主要是... 綁定可以自己觸發連擊 或者是... 看范克里夫什麼時候到 其實這個也會影響你... 在前期可以給對手的加壓啦 不過這裡非常非常可惜佛神這一套... 他的... 他的... 這一套計畫素的... 時光是你手放一張末日跟一張... 嗯... 爬琴蟹 那... 這個... 一把一吃... 這個賽局馬上就直接... 檯面是... 打回來的沒有問題 嗯... 因為佛神這邊手上是有一張武器的喔 嗯... 而且他手上是有一張末日守衛的 所以他... 預期下一回會會把武器的情況下 這邊只要壓一張末日 去讓對手沒有辦法戰場 嗯... 那下一回合就可以很輕鬆地拔這把武器 就基本先買一個空台 我不要在... 我武器前先吃一輪傷害 然後我拔武器 因為拔武器等於空過 然後我再吃一輪傷害 這樣兩輪的傷害 其實對數字這邊 會有那麼一點頂不住 嗯... 那在捐琴蟹這邊 他的... 動作就會非常困難 因為他如果要解這個爬琴蟹 他就解不了這個末日 他要解這個末日 就解不了這個爬琴蟹 沒有辦法做一個雙解的動作 嗯... 我理論上如果不能解末日 就不會解爬琴蟹了吧 對對對 如果都不能解的話 那就是... 那這邊就... 嗯... 很... 很... 很輕鬆的拔一個武器 對啊 如果這裡這一手要解當然是做得到 你可以硬腳被製 硬腳... 呃... 你的軍旗整個全部去把末日打掉 但是這樣子又很怕一張蟹蟹 或是這張地獄烈焰 就全部都燒掉了 嗯... 對 你這裡其實... 整體還是會... 算賣掉比較多一點的資源 但是至少這個少掉有一個好處就是 有點像以前... 欸... 莊嚴守靈就是聖騎抽牌一樣 末日跳完之後你這個... 蘆蟲可以很免費的下去 直接開始做的強力補償也是不錯 嗯... 究竟... 理論上術士在這一個五回 是不是... 通常只會見... 522啊 就是頂多見朴蟲或武器 呃... 你說... 這個西瓜樹無費能出什麼怪 對對對 呃... 無費是只有522沒錯 還有這個末日嘛 但是通常... 呃... 在對照西望賊這個對戰 無二會直接裸一下 嗯... 對對對 但是對照卡張摩的時候不行這樣 嗯哼... 那這邊的話可能... 看他打褻毒有沒有全解 呃... 打褻毒的話 目前沒有一個... 惡性 少一個2 如果你要的話你變成武器要去撞 5... 如果... 那你排... 欸... 如果打這個... 打這個... 法術加一呢 打出法術加一 然後加褻毒的話 是可以做一個全清的 可以打出兩傷兩傷一傷 喔... 然後你的... 喔... 他選擇先抽一張看看 看你... 這邊... 想先抽一張的話就... 最好是抽到的是... 老頭 就是... 那個... 虎蟲 嗯... 那沒有的話可能這邊... 呃... 因為這邊... 這個易血的已經不見了 所以這個... 2加2的combo已經沒有了 那可能是... 撞一下吧 這武器去撞一下55做一個檢查 他這樣變成沒有... 沒有刷第一下的那種 就是蟹毒沒有第一下 對對對 蟹毒他把他第一下中掉 好啦... 最後還是直接切了這個 然後直接回了12血 嗯... 這邊回... 直接回12血的原因是 他現在手上並沒有... 其他的生物可以做... 這個黑暗... 黑暗... 契約的這個... 這個... 所以先把這個... 比較低費比較... 沒有用的生物去拿來... 自己吸掉這樣 嗯... 把我自己可以切掉 其實這個對局... 呃... 不追求青... 呃... 西瓜... 西瓜樹這邊能... 我們說一波combo 或者是爆發打死青王者 基本上打他 只要手下來 以及變DK 其實就很接近 可以拿下這場勝利了 呃... 事實上就跟我剛剛講的 如果... 做到5加1的combo 然後修武林組出來 就差不多已經鎖定勝局了 哈... This guy's tough 那這邊就是1加3 就是... 軍期去把末日守衛解掉 然後下一回合有一個... 12滴的combo 嗯... 呃... 加上場攻的話是12加6 18滴還不夠 還差4滴 他會... 欸...他會再高一滴吧 因為那個... 炸雞是有加過一次 喔對的有... 有加過一次青王的 嗯... 這裡他等於是也是全力在找 他這邊就是找一個地獄 就少一個地獄的夜夜 那這邊佛神 他... 最希望的禁牌就是 趕快進補充著把那個... 喔 去武林組拉出來 這裡是可以直接一跳C 喔他們可以做一個1加... 1加7的... 1加7的combo 然後下一回合再做... 呃... 503 嗯... 就下一回合直接在炸雞 暗殘炸雞 一樣是8倍可以做完的整套... 整套的combo 而且這個可以直接提出傷害 其實一樣是已經在... 上帝視角看是已經打到斬殺線 哇這邊佛神如果真的沒有戳到... 哇... 補充的話會相當難打 呃... 而且這兩個已經是他... 比較不好清理的怪了 這邊在封城視角是... 能不能夠做一個拳解的動作 嗯... 而且還要帶回血 就你必須... 欸... 檯面解完之後你還要能把血量奶起來 呃... 要把血量奶起來好像是非常困難 這邊如果打... 先打121的話 有一個易血的吧 然後再打這個... 法傷加1再讓他褻瀆的話是... 可以全解的 那... 因為... 兩次都是2傷嘛 嗯... 然後5的那個會死掉 所以6的那個也會死 對對對對對 那要先抽一張看看有沒有... 噢... 有沒有... 蒲蟲可以用來... 犧牲的血量 好... 再找一張 欸...有... 有一個可以切下去可以奶... 12血 那這邊就不用... 應該是... 趕快做一個1加1了吧 嗯... 就是... 把血量浮到最大 對啊... 這應該是... 最完美的奶法 這邊直接... 12血... 12血血奶起來 這裡血來到21 那...我們剛剛算是不是... 這邊是... 7加6 13 13 13加6 加1 20點差1滴 哦...20點傷害 差1滴 呵... 難 這裡想的是... 對面還有什麼... 其實可以回去想另外的重點是... 對面還有什麼回血的手段 結論之後是... 已經繳掉我們說直傷好了 不管這一個... 嗯... 不管這一個... 虎爛海賊偷到的到底是什麼 他直傷是不是剩一張軍機 他能打出來的... 額外傷害 就是過強傷害 應該只剩一... 兩張水手都已經繳過了吧 嗯... 然後派起也衝出來了 比如說他只剩下一張... 他只剩下一張軍機 就是... 可以打出的過強傷害 就我們先假設下一回合對面 一定會有嘲諷 但是4神這邊... 4神這邊也非常的困難 因為他兩張黑暗血都已經用過了 其實兩張122都已經出貨用來加血了 也就是在4神這邊 他是沒有任何加血... 加血的... 生物的 所以我剛才想的就是... 過強 因為4神這裡如果他... 他已經沒有... 他理論上排庫剩下額外一個回血 也是要想辦法變DK 所以我就不談這個 嗯... 因為如果他可以變DK 然後把場景... 那當然是沒有問題 嗯... 所以他... 這裡能頂住的關鍵就是... 你一定要能抽嘲諷 對... 抽一個嘲諷出來 你一定要能裸抽嘲諷 把底下全部換掉 這邊剛好久費 抽個虛弩林組的時候 抽一個... 蒲蟲也可以啦 嗯... 那這邊很可惜 好像... 已經... 沒救了吧 不能解決問題了 下一回合用武器的刀就可以砍死了 呃... 沒有... 光看算電視角 生不出任何嘲諷嘛 所以不可能存在嘲諷這件事情 也生不出任何的補血 他自己不能抽牌 所以他的血量應該是綁定 所以這一場 4神應該是... 沒有機會 應該只能按下投降吧 嗯... 好... 好... 那這場主要的關鍵 可惜... 差一張 哦... 這場主要的關鍵我覺得是在剛剛那一回合 剛剛... 就是... 那個... 究竟之後做1加7之後的那一回合 他沒有做一個全部清場的動作 嗯... 對對對... 他選擇了一個... 讓對手66 還可以直接... 可以看到他前面那個... 對... 那一場最後是一個... 其實那個最後... 我記得是青王賊內戰有點...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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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就是... 那一手到6回他沒有下青王 是下一回... 確保可以用炸地斬叉的前提 不過這裡可以看到第二場... 兩邊是一個牧師的內戰 佛洛城市他的... 三龍墓底下 究竟之後是他這裡自己的... 卡札木 那... 呃... 究竟之後他的卡札木有點不一樣的是 他沒有放1費的那個... 舒服治療 他是放4費的一個補12D 嗯... 其實...呃... 我自己... 是認為放1費的比較好 因為1費的可以配... 萊拉 嗯... 也可以配...那個... 火山師燒牌 呃... 或者是配...那個... DK之後 DK之後做一個... 那個... 重製... 重製體驗機的動作 嗯...就整體而言他可以... 呃... 他1費經過光輝元素降會 0費之後你可以... 使用的情況下比較靈活一點啦 可能有很多的... 呃... 時候包含最後你費輪要斬殺的時候 那其實也是一個4點傷害 對...沒錯 但他把他轉成強效治療藥水 他就...比較不那麼靈活 那我們可以看到佛洛城 這裡... 真是厲害 又有龍了 準時二回 哦...死學家可以三條龍配一條龍 這個機率難道是很高的嗎 我是不是對... 我對爐石的了解可能有點不太夠了 就是這樣擺是可以打的 那以後...怎麼不擺... 乾脆目光飛龍不要擺好啊 就擺兩張跟死學家 其實邏輯上來說 如果...他打了每一場都是這樣 那代表說這個...這樣的機率... 這樣是可以接受的 對對對... 運氣這麼好 欸... 欸... 這怎麼辦 這個... 他等一下那個5再偷個5 這遊戲就很難玩喔 我已經被嚇到了 我覺得這樣就撥不下去了 那這邊佛洛城已經聽牌了 哦... 聽一張拉閘 對對對... 好像... 欸...你打麻將嗎? 你有聽過花壺嗎? 哦... 就是七搶一這樣 對...這個我不太熟了 哦...ok...ok...ok... 有沒有...他現在就是截對面的DK啊 嗯... 對不對...然後等一下這裡有... 等一下這裡如果可以那個... 龍獸探員然後再拿一個對面的5 這遊戲... 爐石戰監應該不是... 這個至少卡札或內戰 我的理解應該不是這樣打的吧 對應該不是這樣 哦... 那可能...這邊應該會打個112吧 嗯...就是下... 下北俊 會爆嗎? 嗯...現在手上是... 九張啊 九張下一張八張 然後鎮嚴盾一張 還是八張 然後再補血變九張 下會有十張 就對面如果要的話 對面可以... 可以...推你一把 哦...對... 因為你的北俊龜 對啦...對啦... 如果對面要的話可以推你一把 沒錯 只在內在中比較可惜的就是 如果你今天這裡... 沒有...有鞭吃 其實今天都是已經有鞭吃了 如果你沒有還的話 就是你只爆對方一張 的差異其實...還好 因為都有... 古有ORANGE爆六張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爆六張沒爆到是有點誇張 真的 而且那時候他手上是沒有吧 嗯...我記得是沒有 對...他剛好幫他... 對...都沒有 對...都沒有 對對對... 那個真的是... 真的是神扯 這應該是0或1選一個吧 就是你只要選一個... 保留你這個牧師內戰 你光會開刷的 不論是萊拉開刷那一波 或是追傷害那一波 我記得福神是沒有萊拉 是加雞生的版本 哦...對 那傑森周這邊... 他手牌其實非常差 他的抽牌只剩一隻張 群力群火 嗯... 來看一下這裏龍探人發現的內 哦...四五費 但...不對 還好 應該是拿傷害吧 拿傷害 然後這邊10張要打一張出去 然後想把幸運幣留給DK 嗯... 然後確保自己可以找對... 最...找對手一回 這邊廢人也在手 其實只要來拉閘 這場基本上已經鎖定順決 嗯... 然後... 這裡非常非常尷尬 第一個是對面龍探到的 非常非常大 而且... 他不好解 然後他自己... 的牌一直沒有進展 就是沒有進牌 嗯... 沒有進抽牌 其實... 卡上面要律動起來 就是要靠... 二費的工程師 骰虛三費的苦頭 哦... 嗯... 那... 呃... 其實剛剛這邊決定都蠻尷尬 因為他龍水不能打 因為對面那個... 龍水泰源是... 對 好... 那... 下一回合Fulton就可以馬上變DK了 嗯... 呃... 這邊有沒有辦法讓自己的血法師自殺 去做一個... 綠牌的東西 就來那張牌綠掉了 先找一幫工程師 先用工程師找一張牌 還要還喔 那等於是在... 有還耶 後期如果還要再刷一波的話 還是... 還是可以再把手牌再刷起來 這邊手上... 哦... 他直接... 他直接把那個牌打掉了 嗯... 先去把... 手上的牌... 那個... 不用牌先打掉 嗯... 這樣子下回有機會用北遜在... 因為自己手上已經有環了吧 下回有機會再用北遜抽一波牌 明顯主要是這個對局裡面 理論上這個破木龍 他唯一另外一個用途大概就是... 欸... 另外一個用途應該就是... 幫助自己可以選擇... 當作龍嘛 動作龍龍獸探員或者是213 這裡會選擇拿嗎 還是你要純戰場拿一個龍獸探員 應該是要拿吧 要拿要拿 因為... 自己手牌也沒有很多吧 也沒有其他的抽牌 哦... 那波神獸下一回合準備變DK了 欸... 哦... 這邊... 呃... 拉閘金他應該是找個5倍的吧 找個5倍的... 看有沒有抽牌可以拿 嗯... 趕快再去找自己可以趕快過牌 有!這邊5倍... 直接找到抽牌跟... 呃... 這個可能拿加甲也比較好 不過沒有... 沒有看到的話... 那... 可能是拿... 打5嗎 打5嗎 可能是拿打5喔 因為如果以卡可以活的東西 其實也...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就是436嘛 436 那個沒有... 那個在那裡 哦...聖焰墓士被... 被拉...被... 被...放進去了 嗯... 好像裡面什麼東西可以拿 嗯... 哦... 那選擇... 還是選擇活2跟抽2 嗯... 那這邊就是... 先變DK 直接變DK 哦... 其實... 捐獲的血量也蠻低的耶 嗯... 血量只有20D 下一回合可以打幾D啊 哦...有... 這裡是... 先跟上了一點點的節奏 至少這裡的拉閘事件先到手 現在兩邊等於是各聽一邊 但... 否則這裡算是小領先 我自己覺得內戰 有時候你還是... 你只要能先變DK 即使你的天氣要2倍 你能壓低這頭血量其實還是不錯的 對 那這邊... 捐獲的應該要考慮 能不能抽牌啊 1...2...3...4... 沒有辦法... 可以先抽牌看看嗎 先抽牌看 如果沒有抽到的話 再... 打一張法術 再把牌甩掉 對對對 因為這邊先變DK 下一回合還是要... 還是要抽牌 他有... 死過... 掠寶嗎 對啊... 前面有死過一隻掠寶 所以你這裡活的話 你基本抽了你有可能掠寶那一個再給你 他這邊... 剛剛... 剛剛這是... 綠拉閘嗎 沒有他可以打 他可以打 那為什麼... 他卡閘可以打 拉閘就可以打 那為什麼... 他為什麼這邊不打拉閘 不打 你問的這個問題好 對我剛剛會想問就是因為 我以為我有看錯了 等一下可是... 可是今天之後快要死了 這邊算... 這邊算一下傷害 會不會... 因為有... 因為有... 差兩滴 你... 對吧 你天氣不能點嘛 但是他有722 天氣可以點兩次嘛 蛤 我說天氣可以點兩次啊 但... 你說你要722是不是 你722有20滴啊 哦... 我剛剛... 因為剛剛... 沒有辦法打722嘛 所以我這算... 我這算用寫法的 寫法的打法是... 可以打2222... 就打2220... 22...這樣 那...應該... 因為你沒有... 因為只要廢倫... 12加4 16是對 因為基本廢倫就是已經可以打到... 等於廢倫是額外... 類似加5法傷這一輪的概念 那這裡是... 那趕快去找那個拉閘 這過牌其實... 然後把自己的那個北軍沈沒掉 破給對方利用 嗯... 其實他過不過也沒有差別耶 也...也不是...沒有... 沒有差別啊 他這樣把對面弄近20 對... 他... 真要說他... 他其實也很有機會死 對... 他這邊把對方打到一個18D 補血變成20D 剛好是副成的斬殺線 嗯... 嗯... 就你這邊在綠牌過程 你只要記得點對方兩次就好了 對... 就算說現在手上還有一張靈魂編制可以補血 只是這就變成一個問題... 對...我不懂的是 為什麼剛剛不打拉閘 這樣子可以免費補血 哦... 對對對... 變成這裡有點... 有點費用... 有點卡費有點尷尬 嗯... 你的確是... 我剛剛所說的 因為他有死一隻獵豹 所以如果剛剛硬抽 然後... 火箭那個時候是活在場上吧 火箭發動了會贏 好像會... 會直接把那個烤掉 所以你自己... 你那個時候9嘛 減18抽2 然後如果你把火箭... 你把獵豹烤掉 你等於是會自己爆一張 所以他剛剛斟酌藥水的 就是沒有直接打藥水 但也沒有打拉閘 對對對... 嗯... 他們那邊打... 他們那邊打龍塑探員 最主要原因可能是... 沒有辦法被龍水解掉吧 就是給對手... 你是一個給對手壓力的感覺 對對對... 沒有辦法被龍水解掉 我只能想到... 嗯... 好這裡拿兩滴 但是我可以... 彷彿透過麥克... 現場的麥克風 已經聽到現場觀眾的激動了 因為... 這個... 傳說中的... 費輪新爆木的表現來了 這裡費輪下來之後 直接打10滴 硬幣帶打之後 再灌一個10滴 你沒有想到我龍塑探員 是拿到這一個吧 火箭... 真的多多笑了 我...不能接受這個比賽 你三龍... 好啊 第一個龍塑探員好可以喔 亮跟草拿DK 三龍目他的... 抽牌比較少 欸... 他的後登關鍵... 都跟他沒有關係啊 他的5-8一張都沒到啊 對對對 他的8也是對面的 可以... 可以... 最後我們... 回來我們四強的第一場決戰之後 對上Frozen 目前兩邊戰爭1比1平手 呃... 決戰之後是拿下... 是青旺賊拿下一個烈士局 對西瓜樹的勝利 那Frozen只是三龍... 龍目幫我們秀了一把 到底... 牧師內戰可以怎麼打 喔... 其實這個對戰是... 決戰之後比較好要對到 因為他想要讓自己的DLEE 對上... 對上DLEE 然後牧師對上對貌的舒適 這樣 嗯... 至少在... 自己... 哇... 欸... 這邊一費... 似乎他... 今天... 兩把都起手 好像不太好 真的... 對... 這個看起來是相對尷尬很多 而且你直接打這個... 喜歡海扣 你也沒得場 因為你手裡一費是只有這一個 對對對 你這個下去之後 對手就... 非常非常明顯的可以提防說 你手裡是有派奇的這個細節 那這邊打215下一回合再加2加2去抽一張牌 嗯... 其實... 有些人可能這邊會去換他的移 其實這邊是不應該換的 因為換掉之後自己剩下一血 可能會在... 揮擊的範圍之內 嗯... 而且他身為一個快功德就是要打快一點 就你應該去最大化你的傷害 你今天這個交換也不是說你保了一些... 我們說重要手下 嗯... 其實你沒有保了什麼 你真的要說的話你就是真的少打了一點傷害 對 那這邊派奇應該是不會下的 留著... 我覺得應該要留著自己做一個... 做一個咆哮 就咆哮... 自己要咆哮的時候才把這個派奇下下去 會比較好 嗯... 或者是... 盡可能打穩定的一輪加成啊 如果你考慮到... 我們說... 一樣是考慮揮擊的情況 那剛剛他換是為了避免3-7會倒掉 3-7會倒掉 就是如果他不換那個1的話 那可以換啦可以換啦 這邊就可以換啦 嗯... 這邊如果不下這個派奇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1-2撞這個1-1 因為為了防揮擊 還是如果防揮擊到底的話 是不是應該... 可以考慮拿派奇撞掉呢 對...也是一個考慮...也是一個考慮點 那這邊應該會自己把自己的派奇吃掉 嗯... 因為1-1變3-4這樣子 1-1要攻擊3回合才會是3-D 嗯... 螃蟹只要攻擊1回合就是3-D 就等於是你可以最大化自己這一隻 對... 那... 喔... 是什麼... 差異會在哪邊 應該是... 如果沒有什麼補血的話 是沒有什麼差異也不錯啦 哦... 那這邊放法友 放...放的位置其實有一些... 有一些講究的 不過... 呃...這套決生週的牌組是沒有放孔牢的 好像是沒有放孔牢的 他是放了... 他螃蟹也放得非常奇特 他放了一張吃魚人的螃蟹 然後放了一張吃海盜的螃蟹 哦...他放了各1 他原本有超前就是想要去抓 這一次也有三位玩家帶來的魚人勝 但是很可惜 第一個是他的小組上還沒有 第二個是魚人勝通通好像沒有走到這裡 嗯... 這對於算是比較可惜的 那剛剛Forzen是利用自己這一次難得 這也是很少的 已經沒有人在帶... 呃...啟動了 但是他剛剛是有的 然後他可以... 他可以提早的這邊啟動 先跳出了散播瘟疫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Forzen他這套得魯伊呢 跟一般的翠玉德 差別就在於兩張的磁爛玩教師 嗯... 然後一張的那個啟動 嗯... 然後外加上還... 我們剛剛前面也已經提到 他擺了這個內戰優勢的 呃...如果翠玉德內戰小小可以鑽點優勢的 這個玉連印記 嗯... 他也等於是我們說散播瘟疫跟 呃... 學長的出路 有時候學長的出路會拿來加工幫你的聖甲蟲可以 抬攻擊力 他等於是最便宜的 抬他攻擊力的方式 對...一費就可以全部抬一 嗯... 那這邊... Forzen是六費 應該是打一個... 這邊他在考慮... 他在考慮要不要打一波清場嗎 如果打揮一級揮這個三四 然後用一費的法術石去決一個三二 然後再用一二抖掉這個... 可能... 剩下這個法術石... 可能要留著喔... 留著... 呃...我看一下... 就算之後他是有放... 五... 五八八的... 呃...可能要留這個法術石... 未來有機會去解掉那個... 五八八 有心理事喔... 手裡是還有抬兩次血量的... 基本可以抬三次盾啦... 所以... 你要把這個法術石抬滿... 呃...抬燈打六是沒有問題的 嗯... 這裡考量點還有... 還有什麼呢? 他在考量的是... 他應該在想的是... 如果... 對... 對方下一回合出五八八 或是出... 活體法力他要怎麼打吧 哦... 那他這邊選擇要把兩張法術全部剿掉 要去換兩張衣服... 學徒... 去換兩張衣服學徒... 嗯... 等於是一個... 反過來是買檯面 祈求一個... 希望自己的檯面是有機會跟對方交換的能力的打法 嗯... 而且... 紫蘭安教師其實是一個... 沒有嘲諷的嘲諷怪 嗯... 對他在場上的時候大家都會... 想要去把他解掉 因為他... 如果一直打法術教術衣其實也是挺煩人的 嗯... 嗯... 就這樣有點像綁... 他...他綁定了今天他自己可以... 在一邊解場的時候 我們說一邊解場同時鋪場 也許他... 嗯... 沒有火門這麼強 但他畢竟... 在... 對快攻的時候 其實你有時候要求的不是一隻很大的怪 是你要很多的打點 是... 對...就像你揮擊完之後 欸...你需要這個一傷去補很多的... 小怪或者是配合你的天生技 甚至讓你的尋找出路可以去... 拉...那個... 小怪攻擊力 那你可以... 做更好的交換 那這邊打揮擊大家天生技的話 可以解掉剩三隻二二嗎 嗯... 揮...揮螃蟹嘛 嗯... 然後天氣打一... 揮一個...咬一個然後撞一個 然後撞一個 然後撞一個 剩三隻螃蟹的話 對面常攻... 對面的血量剩二十滴 跑效好像是受不掉的 跑效的話... 跑效是十五滴 加天氣十五滴 欸...打不了天氣 那只剩十四滴 那再捐贓這邊 最希望抽到的可能是... 加一加一吧 就最好是抽... 玉蓮或是野性 兩個加成都可以 對對對 除了讓對方爆而解之外 也讓... 自己場面的攻擊變高 嗯... 也讓自己在比較最低的... 費用的潛力下 可以解掉對面的... 台面 喔... 還... 行... 當然不是... 這不是最好的 因為他至少... 但... 但我好多想是他至少手裡還有一波 而且對面 散播溫伊斯已經開過一次了 你現在... 理解應該是... 對面應該是沒有的 有沒有... 剛剛那個台面... 對... 如果上不溫伊的話應該會打了 剩下應該要走一點 那就... 這邊可能... Force可能要考慮... 這個... 尋找... 這邊說要滋補 我剛剛在考慮尋找出路 會不會拿來抽牌 因為在這樣... 這樣下去... 如果沒有任何的結場的話 會直接被打死 那這裡應該是變成硬跳吧 然後去打尋找出路 讓你保證 下一回合可以去走 我們的終極瘟疫 嗯... OK... 那應該是兩輪的... 全盾流 28滴喔 那這邊應該是打一個7吧 嗯... 想一下... 如果... 如果這邊直接打5 直接打5鋪場的話 你下一回還是可以... 下一回還是可以... 可以咆哮 下一回如果... 考慮再開咆哮的話 理論上對... 面應該可以解到你... 兩隻... 五隻打的話台面... 十二可以打出二十... 二十一點吧 你算五隻二嗎 我算... 沒有... 喔... 你說兩隻一二蓋住嗎 嗯... 十二... 二十二點左右 他這邊不打7的另外考量點 是已經進入對方的死費回合 而且對方很顯然的 剛剛支補術是... 硬跳的... 直接拿來硬跳 那... 可以... 很大概率... 手上就是有這張那個... 終極瘟疫 啊... 很可惜 那這邊應該是有辦法下這個... 爐蟲的 嗯... 兩張... 兩張二弓加一張一弓撞掉 是四隻 這樣子會... 可以按那個天際 就三隻... 就... 三隻打點軍跟他換掉 對對對 嗯... 然後讓你爐蟲可以... 可以下 如果這裏咬天際的話 對面那一個會是... 就是你只會再減一隻 只三費 你會不能下 嗯... 這樣就變成... 下完這裏再天際起來 再給對方一波壓力 對面剛剛才剛打過一次... 終極瘟疫 那他現在要補一個五傷的做... 呃... 要補一個五傷相對是他比較困難 而且他法術時也是兩顆都已經打掉了 對... 只要這個五五五是比較困難的 沒錯 但是這邊確認之後 因為剛剛已經用過一張咆哮了 他這邊要抽到... 再抽到另外一張咆哮才有機會 嗯... 而且外加上其實他現在... 呃... 這個對局比較厲害的強力鋪場啊 就是兩輪這個四都已經開掉了 兩輪的... 呃... 兩輪的活力法力 兩輪的抽都不好 那這邊就只能下3加3然後撞掉兩隻E5吧 嗯... 所以他非常可惜就是他後面兩輪抽 第一個是都不是buff 他這一輪到現在... 對... 沒有抽過加成... 其實這個對戰關鍵就是buff卡 嗯... 如果騎手有那個... 加1加1加1不管是哪一張都要留 嗯... 嗯... 德魯伊在... 正常... 欸一般的德魯伊的配置沒有像以前血法星雲這個組合的話 就是理論上德魯伊要處理很像鋪場的能力是很差的 對很差的 他只能像... 我們說散播瘟疫是一個抗鋪場的卡片 可是他真要說他只是延緩死亡而已 而且他是六費才能打的 嗯... 哇... 打到法術 我覺得應該是什麼都沒有了 應該是下去了 真的 這裡可以打個花俏一點 你也可以私騎 然後... 這邊打的方式非常多 打紫羅安 揮擊 然後三次... 揮擊三個點狀 對 然後... 路快還可以... 還可以再解一次 嗯... 呃... 對於快攻得一回合只能抽一張來講的話 然後長一個... 應該也是已經沒機會了 長一個1出來 這裡應該是只能選擇投降 恭喜佛神這裡 他的成功手下了 這邊決勝州的快攻得 現在來到了2比0 那戰績多少 只會在歷史上留一個紀錄 但有些人還是希望這個紀錄好看一點 3比2 1比3比1好看 是不是 就好像我們還是奮戰到了最後一刻 有運動家的精神 而且這個卡扎木打到術士的時候 其實是... 其實是比一般的西瓜術來的高很多的 因為西瓜術沒有巨人 嗯... 大家都知道這個卡扎木呢 他的死就有一張環 因為他每一張牌都留一張 嗯... 對... 他那解掉巨人的方法其實非常的少 對... 就是前衣不容易面對巨人 而且... 再反過來如果是... 西瓜術這邊啦 其實面對卡扎木的時候 你... 怎麼下... 然後磨磨磨捕蟲又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關... 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你不希望你這個東西出來... 呃... 出來之後你裸下你沒有把它切出來 那你...或者是你末日守衛沒有死 嗯... 嗯... 剛剛正想講... 呃... 西瓜術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引法就是靠這個武器 武器先把末日守衛拉出來再做5加1的combo 再叫出兩張末日守衛 就是強制我當回一定要直接切掉 而且是因為我在自己回合 所以一定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對... 那我們看到這邊那個佛陣他已經武器到手了 他現在末日守衛來其實這樣還蠻有機會的 他這樣打我真的是有點怕 而且他起這個樣子 欸...武器是只有一張...一張的... 武器是只有一張王他的傳說 嗯... 其實要再抽到手的機率其實... 嗯... 但... 王好處想要好 這裡應該是找5飛去找一個單變羊 有沒有呢? 沒有 這裡很可疑是有打5抽惡魔跟加4滴血 抽惡魔不可能 加4血也... 打5吧 應該是打5吧 沒有變羊 危險 沒有 我也想真的很危險 危險 這邊應該只能叫55了 先生之後想死的心都有了 疊假是沒有意義的嘛 然後經常少4... 自己本身現在是戰場的... 戰場的情況下可能不會找到 來看一下... 的確是誰能打5叫55 嗯... 那這裡... Forsen是選擇... 直接掛...武器 那... 健身之後這裡... 其實就連939都... 目前看手裡是沒有一個好的應對方式 939真的還好 他就只是佔了一個... 生物... 然後我沒辦法對他的... 他就是拖你時間 其實拖時間對卡莎姆也是一件好事 哦... 反正就是拖到... 8回合之後我一個58 因為我一回合打出的傷害是超過30滴的 嗯... 拖時間對... 以往的... 價值是... 西蛙樹他可以在那個嘲諷後面佔據了 或是佔... 就是一直打 那今天因為我們知道Forsen的套牌是沒有 所以也不存在這件事情的發... 也不存在這個... 這個... 這張... 這個情況的發揮 那Forsen這應該是... 先抽一張再說吧 八張馬先抽一張吧 他應該會希望自己趕快把末日守衛抽到手 因為你現在手上已經是... 有兩套五加一的combo 對...兩個西瓜兩個西瓜刀 能下能切 嗯... 他要直接把他吃掉 做一個戰場嗎 他要打三個939嗎 其實這樣的打法是一個... 有... 高風險的打法 怎麼說呢 如果對手有吸引尖笑在手上的話 因為他應該知道 呃... 對手是有幸運幣的嘛 幸運幣如果把... 那個... 所有的怪都洗到地址的牌庫裡面 那很大的機率會抽到... 那個... 一費113 嗯嗯 那其實就是一個爛衝 就主要是如果今天這裡... 更... 更兇狠你也是看你有沒有辦法一個把... 一個39撞開 但這裡是沒有辦法 那... 你還是可以用尖笑把全部的這個... 呃... 就... 呃... 就要小鬼洗回去 然後讓對... 讓對面接下來的幾張金牌會一直卡 對 一直會抵耐他的一抽 或者是要逼他用天神器把他按掉 而且這... 呃... 這一個對戰來講 我認為 術士要贏的... 要贏的方法就是 一直用末衛守衛從頭 嗯 因為很明顯已經... 呃... 就戰之後已經變一個拉閘了 如果你預期對手手上有... 有...DK的話 那騎士場你就只能... 呃... 前面趕快去做一個末衛守衛的加壓 然後死費變DK 再把末衛守衛叫出來 像他這樣子這個打法呢 呃... 很多的那個... 呃... 比較小的惡魔死掉了 然後他DK 可能就會叫不出之後 叫出來的末衛守衛 嗯... 就主要是你自己 能進攻的兩波 除了我們說 西瓜的那一部以外 另外一波就是DK那一波 這兩波是你 打下老惛斯最關鍵的攻勢 是 那這可能會先選擇 再抽一張嗎 再抽一張還是可以 打一個四去結一個55 嗯... 他... 他先打四了 呃... 哦... 他要留場面 其實我覺得可以自殺一個 就都要送的 那應該要先抽的 如果他要選擇自殺的話 他這邊因為抽到魔術所謂的 肯定要騰出一些空位來 讓魔術所謂下一個可以配合武器 直接叫出來 第一個是直接叫出來 第二個是你要保留自己做combo的空間 就是你自己要能下那個時候地方裡把它切開 然後再讓兩隻魔術所謂抽 對 那你會覺得上一回如果沒有做 沒有做硬幣尖效影響 就是上一回的時間之後這裡可以考慮硬幣尖效 他是選擇有點類似在 在卡對手一回合嗎 因為他是先解了一個39出來而已 其實我應該會直接做尖效 因為 對手手上 對手手上好像剛剛是沒有魔術所謂的 你知道是沒有開東西的 對他剛剛沒有開東西出來 哇 唉唷 這邊 這個忽然趕得上喔 忽然好像可以了 但這裡但慢 但你下一輪的傷害要先吃個 15滴嘛 那沒關係 變低可以 就可以剛好把這些魔術所謂全部都掃掉 可以解決但是 我擔心的是再下一波 就你這裡回合數是這樣嗎 嗯 就你今天這裡先被衝先被衝一輪 你DK把全部的魔術所謂解掉 然後 速是才會再一回合 再再再一回合之後可以 我知道 走他DK 要看挖了幾隻 速是下一回合是9滴 還沒有到DK的回合 對對對 再再 下下回合 對 只是FORDEN這裡的缺點就是他死了太多的藍胖 對 基本上是左邊已經先倒了 先倒了五隻下去 所以 到底他到底 DK的那一輪到底出的全部是13還是57 呃 這邊就是我剛剛覺得他這樣的打法不好的原因之一 很奇怪的這個 對對對 他剛剛這樣他DK 因為這樣子 照這樣排序來看的話 他只會死三隻摸入守衛而已 嗯 那死掉的藍胖可能有六隻還是七隻 嗯哼 包括還有三隻 欸還有兩隻939 就理論上這個卡池裡 嗯 哇 不切 他打一個好攤的打法 是因為看到了群驅之後選擇不切嗎 呃 也是有這個可能的 嗯哼 可是看起來這個結果就是他一隻都不會有 而且在他的視角如果對手有吸引尖效的話 剛剛那一回合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不用 六隻 呃五隻怎麼不用你騙我 對啊對啊 就除非是戳到那一張 那我就算了 嗯 嗯 殊不知我們傑森之後這邊是 釣魚大成功 是貪了一手 真的 我們可以看到 波神剛剛免了一下水爆 嗯 他覺得怎麼不可思議 怎麼會有經典現效 我覺得你應該是沒有才對啊 對啊 不過這裡剛剛有一個想法是 我要不要把他藍胖撞這樣 那他活得更難 那他活得更難 你說不要嗎 對啊 就期望他抽到藍胖嗎 可是如果接下來考慮DK的回合還是沒有差 呃剛剛會長滿嗎 會會會會會 結果我想要再抵那一個可能出939的機會 哦 或者是出57的機會 雖然57只剩一張啦 嗯 對不對 剩排庫 一張啦 然後復活一張 差別不大 對啊 就是 我覺得要防對手抽末日所謂的比起他叫939還要來的中間 哦 那這邊 他就算下一個 斬殺吧 畢竟他明星賽的時候也那個 錯過三次斬殺 嗯 這邊應該要仔細的算一下吧 欸這個局很像沒有廢輪有震爆有成績 但這一次應該是 容易一點吧 還有幸運幣對不對 還有幸運幣對不對 欸 他那一次也是有幸運幣嗎 我有點忘記了 我知道這兩個都有 就是5跟2都有 他下一個可以打 2加2加1 加3 可能是5 7 8 可能可以打個5張牌接了吧 可以看那個量跟草還會影響 就是你會不會多一到 多一張可以打吧 哦是 如果你打3 2 2 1的話 嗯 等一下可能會 如果禁牌不好的話 可能會先打量跟草看一下 嗯 好這裡 再確認一下對面手裡是沒有惡魔的 就已經跳了兩輪了 那這裡是 DK要硬擋一回合 對面現在是25滴血 手裡的爆發 基本我們剛剛算是 呃 5張牌 所以是 12滴 再加上 所以現在是19滴吧 我覺得硬距也算不錯 嗯 因為他好像 50位是摸得多了 沒記錯的話 哇 這個可以打得多了 他一費的法術好像還有蠻多張的對不對 嗯 嗯 我們可以知道卡扎木的配法是二費 嗯 一費的法術是配四張的 如果假設這邊一定可以打 可是他沒有那個 束縛 他也沒有 他怎麼講的 可以找到這一把 應該是盾跟環吧 對他是沒有束縛的 他都沒有束縛的 對我在記這一把他可以發現的東西 嗯 那他這邊 一開始就打算選擇一個結場 可能 認為對手 既然把DK用掉 那他 排庫裡面 就只剩下一張莫威手而已 哦齁 剩右手手抽的那一張 跟這個 自己 而且 可以復活的那一張 可以復活的那一張 對 所以他 這種打法也是相對比較穩的打法 就是 穩定能夠勝利的打法 這也是我常常比較 比較那個 常用的打法 比如說 可能這邊已經斬殺了 但是我就沒看到 我就選擇一個 就穩定 一定會贏的打法 就是有時候會太執著於解 就是 照著教科的時候 有時候會小小措施斬殺的關鍵 是 但是還是會順利的 還是會順利的 哦OK 我想不到FORCEM有任何 翻盤的可能性 這邊剩下22D 那他真的可以算一下 有沒有斬殺了 沒有他切了 所以他這裡 他吸了 直接會回30 所以這裡就要費輪才夠大 呃 1加2 可以打幾張牌啊 因為其實牌 能打的牌數其實蠻多的 1 2 3 4 5 6張吧 基本6張 如果是萊拉開啟的話 那就更補一點 而且其實手裡 有不少可以配萊拉的東西 他這邊選擇先刷一波吧 他說 是不是0費呢 盾可以再刷 但 有點可惜是 沒有用光輝開始 所以基本的好 每一張牌都還是會花你 對 這裡最好就是給我15張真眼術 給我15張還這樣就好 其實有一個小朋友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就是 聖焰牧師跟萊拉 通知在場上的時候 可能會 就是 你會刷的有點太慢 因為主要是聖焰牧師動畫 對 他還要跑補充的動畫 嗯 所以 你在 你想要刷牌的時候 就是希望聖焰牧師也不再 對 就最好去把它 這個 處理掉可能會更好 其實他拿得不錯欸 他可以一直 他那個 光盾就比別人多3張連擊了 嗯 如果這樣打到這裡 就已經 就已經是 鎖定勝決了 嗯 對面沒有爆發可以打 對沒有爆發可以打 而且他自己是沒有帶巨人的 但只是 小危險的應該是血量 那我感覺 應該是要先聖焰開哪 好像 有一點半放棄 因為他其實如果 還想活著的話 應該是要 自己自殺 一二二的 嗯 那沒關係這裡 如果沒有爆發 這裡如果 決定抽單定自己的血量 就我剛剛說的這個情況 那你可以 再把聖焰甲下去 開始開哪 把血量拉回來 應該也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對手還剩10滴嘛 他就像 下一回合再抽到 另外一招末日也是簡單 嗯 最大傷害會是什麼啊 手裡要再 先找東西抽末日 右手抽末日 還不能自己下 還不能武器直接拉 所以最大傷害挺多 應該是8點的 就是你 末日之後 天神幾個 對對對 或者是 也沒有三廢青王了 對 三廢青王已經用掉了 因為另外一個最高傷害是10點 就是 末日三廢青王跟天神幾個 對 這個就是最高的傷害 那我們這裡 成功 選手拿下了這一個 對呀奇化出的對局 現在贊成了2比2平手 但是下一場我非常擔心 哈哈哈哈 下一場是快攻德 快攻德 對上西瓜樹 而且是 我們整體說是 既然他拿掉的巨人 他一定有所取捨 他整體原來是一個偏防 就是 擋快攻的西瓜樹 雖然真的是西瓜樹 那還好一點 對 他把他兩張 欸 他把他兩張巨人拿掉 放了什麼 放了第一張螃蟹 剛好可以咬快攻德的那個 沒有錯 第二張是末日 末日 剛好也可以當你前期的檯面 對對對 第三個 那個腐化狂領者 讓你的褻毒更好發揮 真的 真的 因為整體快攻德 沒有一血怪 可以看到佛神他所帶的牌 Line-Up其實就是在打快攻的 包括他所帶的控制法 放了很多的 前期的時候 他也放了 血法還有2-2-3 補蟲 不是補蟲 四重 然後配合三個 三個秘密 控制法裡面 比起Sintoro 他整體的控制法 的那個 厚度 厚度是比較小的 這樣子 他 的 這邊 捐身周的流牌 其實有一點點困難 這個五呢 我說如果今天多頭蛇 你會覺得 你會在後手的時候 考慮直接流嗎 對對對我剛剛就在想這件事情 我覺得好像應該要直接流 因為你不留這個的話 你做一步鋪場 對手只要用一張 褻瀆其實就很輕易可以清場 西瓜樹 容易面對橫向鋪場 但是對大怪稍微弱一點 對他綁定要法術師 他沒有紅西 可是他手裡有法術師 這一張是 這一次十六強 唯一一張是魚人的 沒有錯 這一次的吉祥物 今天到目前 我記得比賽到現在為止 零發揮 因為根本就沒有機會看到魚人 我想覺得說 帶這個也有太一點的道理 因為其實我之前在中國比賽的時候 他們就很喜歡帶這張牌 中國比賽是不是偏黑科技多啊 黑科技多 因為他們好像 包含黃金山那些 不公布牌組的吧 對 有一些 黃金山會公布牌組 我只是海選 也不是海選區 就是 沒有他們黃金山有分 對對對 他們黃金山有分 專業組跟業餘組 業餘組是不公布牌組 嗯 所以就變成你有比較多 會遇到什麼黑騎士啊 真的 都是有可能 各種 各種篩 那這邊有個小技巧就是 當你要出的一二一二二二先抽 天生技抽 一二一有可能會加到另外一張 是非法術師 有自己抽的這張不管 但是你天生技抽的那一張 也算 會影響就是 你這個一二一能不能 能不能成功的幫他升級 對 那這應該是要 橫向加純了 然後保留這個 然後這邊要防地獄烈焰嘛 所以可能要用二三撞二一 OK 可以打得非常好 然後下一回 就幸運幣出五八八了 保留你自己可以 就是他留下這個幸運幣 而且主要是讓他二朝多頭蛇可以 第一時間 像我們都說了 這是這個對局裡面 影響最大的一隻怪 是 那應該是要 越準時下這個 對術師的血量壓制 應該是最明顯的 這邊可能 會考慮打這個法術師喔 因為地獄烈焰是手上唯一的 唯一的AOE 如果對手 有活力法力的話 現在目前來講是解不掉的 哼哼哼 我覺得打法術師可能相對的穩一點 喔唷 那他打地獄烈焰 呃 法術師長到最高費也只能打7D而已 嗯 嗯 還是解不掉這個五八吧 嗯 就還是差一點啊 嗯 看起來他應該會選擇那個吧 對看 對 他應該會選擇 無面直接複製起來 期望下一回合能直接 直接 撞掉這樣 嗯 他現在那個法術師是已經升滿7了 前面吃一次121 剛剛吃一次地獄烈焰 他這邊 他這邊要想一下喔 如果 對手怎樣打 咆哮加天氣是幾滴 10加 17 17滴 1617 剛好是不會死的啦 如果會死的話 是不是要考慮打法術師 下一回再地獄烈焰 嗯 對那這邊 如果咆哮是不會死的 那咆哮加1加1是 再多一滴 18滴 還是不會死 你天氣1滴變成那個2滴 對對對還是不會死 那應該可以 可以用5滴 嗯 現在風人這裡面對自己的艱難選擇 對可能再 再細算 細算一下 嗯 基本快功德其實也就打 我們說排庫前10張嘛 下一張剛好把我排庫第10張 差不多是可以 呃 決定比賽的風向了 對他在想要不要打穩一點吧 嗯 不過 剛剛我們想的各種方法好像是不可能死的對不對 我想一下 好像是不可能死的 那還是選擇打穩一點 下回 因為自己手上已經抽到地獄烈焰了 下回再打地獄烈焰 嗯 那這邊應該是先buff起來看一張吧 對 而且如果可以凹機會的話 其實可以貼右邊 如果你再抽一個 對再抽一個夾2夾2的話 那就直接全開 那就變成5血了 就比較難解 對阿 而且這裡其實傷害全罐的話 也可以壓低速讓自己 如果地獄烈清關場之後 他其實你這裡 嗯 如果下一回再神抽活體法力的話 哦 對 那還可以把場搶回來 真的 贏的機會非常非常高 因為在捷陷座的視角 剛剛 呃 弗洛神用個打7D直接 直接打在這588身上 嗯 他會預期對手 下一回合會出 嗯 因為剛好都剩一血的血量嘛 嗯 所以這邊選擇一個不撲場 那 大家大概率覺得 對手會出蟹毒的情況下 下一回合再做一個撲場 嗯 也不要自己送個 就是你剛好手裡 如果你下陰火華 就剛好走一個2嘛 那如果對面有 不是蟹毒 就是如果有地獄烈焰的話 那你下了蟹 撲場也都是要死 對 所以你覺得是扣一回合 是比較正常的做法 嗯 只是你燒完之後 自己剩下 5滴 當回沒有辦法 當回沒有辦法回血 那先說這裡 沒有他沒有辦法灌直傷 這個 可惜就是 欸 欸 欸 這樣咆哮會死喔 對啊 否則也太大打 有沒有咆哮的來看一下這裡 騎了三飛是什麼 很可惜 這一個 是加二 但不能加自己的頭 其實Fawson是沒有辦法 確定手上有沒有咆哮的 而且剛剛 剛剛 他 就算之後的回合 他是沒有打任何生物出來的 嗯哼 所以按個天然氣空過的 用咆哮加天然氣過的 沒有做一個鋪場 所以他是沒有辦法確定手上有沒有另外一張咆哮的 我覺得他這樣打 太過冒險 有點 真的 而且他現在手上 其實是有這個 黑暗契約可以加血的 嗯哼 就算對手等一下鋪個一兩隻怪 他在 譬如說 如果真的壞一點的話 4加1 呃 破法者 破法硬切然後 對直接硬切 還可以再撐一回合 對 那這邊很可惜 就算這種並沒有抽到另外一張咆哮 對啊 這裡的傷害是總共打不死的 所以這裡應該是只能回去走 橫向鋪場王 然後 是 不下是防隊的防隊 然後盡可能防一隻怪奶一起來 來到2滴血 那我們上地視角 又看到下一回合基本奶12 對對對 把這個12死掉 其實可以更高 如果他要奶滿的話 他可以 511 就是我直接分裂鮮奶4滴 然後我再把西瓜切開 鮮奶12 然後確保我台面還有一個8點的奶瓶 喔 那這樣子要打穿 香蕉之下就 喔 問題 痾 痾 是可以 你可以把兩個都解了 把兩個都解了 然後你打這個 確保 他做不出一傷 其實 有可能 可以只解一隻 痾 你直接把12跟天神技咬掉 然後三次打臉下這個 對對對 因為這樣子是 痾 對上的122是二血嘛 嗯 然後我自己的活力保育心出來也是二血 並沒有做一個連擊的動作 就找不到第一隻的 褻瀆的第一個起點 對也沒有要找到三血的 那來看一下這裡出來的是什麼呢 可是這裡 喔可以他可以破法拿掉然後撞 喔 這下尷尬 沒有辦法 哇那這裡八點奶拼拿下去之後這裡 螃蟹是可以直接 有沒有再一個5 喔 馬上就醒來了 看傑森周的眼神 傑森周有沒有破法啊 他沒有破法 但 沒有辦法 我們只能幫他想了最大的東西 對他只能打這個5了 然後應該是3加5吧 其實一個3三是比22大一點的 然後這裡 他要逼下一回合抽 神抽跑笑贏 神抽跑笑贏 剛好下回合剩3費 也不是贏 神抽跑笑能打 對方解 如果只能解掉一隻的話是能贏吧 13 13加 14 27 可是麻煩的是那個打點 喔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你開 你基本開跑你這裡被解一隻 你開跑的話 沒有我是預期對手沒有出嘲諷的情況下 喔好 對對對 因為在決戰鬥視角他又不知道對手 有沒有一定有這個嘲諷 OK 好 那至於就 神抽這邊心裡在想 嘖 可能按摩時間不夠多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辦那個師傅能不能再加一截啊 對對對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打BO7 完了 這一把真的就要走在這裡了 回歸上一點如果他真的把那個22解掉 是不是有機會 真的把那個22解掉 對雖然這個是超級滿後砲 對對對 那數我是不會解啊 對正常情況下 那你要算到今天被沈沒之後撞 我會出一個一血 嗯 對 基本上不太容易 但這裡第二個無面下來 我覺得應該是宣找比賽結束了 我覺得這個牆 這輩子都不可能打得過去了 對 好這裡很可惜 我覺得各個層面都很危險 我覺得風向也很危險 風向啊 真的 不過我相信 我相信會不會這樣 OK 我們都挺過來這一個 可是他這樣欸 我說他那個 他已經走到這裡了 我覺得帶牌正確 但細節有時候我們還是可以 可以商討一下 包括剛剛的在抽一檔 抽這件事情 對對對 因為他真的沒有辦法去冰 對手手上有沒有跑掉 這樣子 那 嗯 兩張 兩張二弓加一張一弓撞掉是四隻 這樣子會 可以按那個天神器 就三隻 就三隻打點去跟他換掉 對對對 嗯 然後讓你如蟲可以 可以下 如果這裡咬天神器的話 對面那一個會是 就是你只會再減一隻子三費 你會不能下 嗯 這樣就變成下完這裡再天神器起來 再給對方一波壓力 對面剛剛才剛打過一次終極瘟疫 那他現在要補一個五傷的做 呃要補一個五傷相對是他比較困難 而且他法術子也是兩顆都已經打掉 對 只要這五五五是比較困難的 沒錯 但是這邊確認之後 因為剛剛已經用過一張咆哮了 他這邊要抽到 再抽到另外一張咆哮 才有機會 嗯 而且外加上其實他現在 呃 這個對局比較厲害的強力鋪場啊 就是兩輪這個是都已經開掉了 兩輪的 呃 三 呃兩輪的活力法力 那等於是現在就等於是 哦 兩輪的抽都不好 那這邊就只能下3加3 然後中掉兩隻E5吧 嗯 所以非常可惜就是他現在後面兩輪抽 第一個是都不是buff 他這一輪到現在沒有抽過加成 其實這個對戰關鍵就是buff卡 嗯 如果騎手有那個加1加1加1 不管是哪一張都要留 嗯嗯 嗯 德魯伊在正常 在一般的德魯伊的配置 沒有像以前血法星雲的這個組合的話 就是理論上德魯伊要處理很像鋪場的能力是很差的 對很差的 他只能像 我們說散播瘟疫是一個抗鋪場的卡片 可是他真要說他只是延緩死亡而已 而且他是六費才能打的 嗯 哇 我覺得應該是什麼都沒有了 應該是下去了 真的 這裡也可以打個花俏一點 你也可以私騎 然後 這邊打的方式非常多 打紫羅安 揮擊 揮擊三個點狀 對 然後 路快還可以再解一次 嗯 呃 對於快功德一回合只能抽一張來講的話 應該也是已經沒機會了 找一個一出來 這裡應該只能選擇投降 恭喜佛神這裡 他的成功手下了 這邊決勝之後的快功德 現在來到了2比0 那戰績多少只會在歷史上留一個紀錄 但有些人還是希望這個紀錄好看一點 3比2 1比3比1好看 對對對 對對對 就好像我們還是奮戰到了最後一刻 有運動家的精神 而且這個卡扎木打到術士的時候 其實是比一般的西瓜術來的高很多的 嗯 因為西瓜術沒有巨人 嗯 大家都知道這個卡扎木呢 他的死就有一張 因為他每一張牌都有一張 嗯 對 他那要解掉巨人的方法其實非常的少 對 而且再反過來如果是 西瓜術這邊 其實面對卡扎木的時候 你 怎麼下 你下著魔撲蟲又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關 很重要 有一個異邪的吧 然後再打這個法上加一 再讓他蟹毒的話是可以全界的 嗯 因為兩次都是二傷嘛 嗯 然後五的那個會死掉 所以六的那個也會死 對對對 對對對 那要先抽一張看看有沒有 噢 有沒有 蒲蟲可以用來 犧牲齊的血量 好 再找一張 欸有 有一個可以切下去可以乃 12血 那這邊就不用 應該是 趕快做一個1加1了吧 嗯 就是把血量補到最大 對啊 這應該是最完美的來法 這邊直接 12血 12血血奶起來 這裡血來到21 那我們剛剛算是不是 這邊是 7加6 13 13加6加1 20點差1滴 20點傷害 差1滴 難 這裡想的是對面還有什麼起 其實可以回去想另外的重點是 對面還有什麼回血的手段 結論之後是已經繳掉我們說直傷好了 不管這一個 不管這一個火爛海賊偷到的到底是什麼 他直傷是不是剩一張軍機 他能打出來的額外傷害 就是過強傷害 應該只剩一 兩張水手都已經繳過了吧 然後派遣也衝出來了 比如說他只剩下一張 他只剩下一張 就是可以打出的過強傷害 就我們先假設下一回合對面 一定會有嘲諷 但是佛神這邊 佛神這邊也非常的困難 因為他兩張黑暗血都已經用過 其實兩張122都已經出貨用來加血了 也就是在佛神這邊 他是沒有任何加血 加血的生物的 所以我剛才想的就是過強 因為佛神這裡如果他 他理論上排庫剩下額外一個回血 是要想辦法變DK 所以我就不談這個 因為如果他可以變DK 然後把場景那當然是沒有問題 所以他這裡能頂住的關鍵就是 你一定要能抽嘲諷 對抽就嘲諷出來 你一定要能裸抽嘲諷 把底下全部換掉 這邊剛有9費 抽個虛弩林主的時候 抽一個蒲蟲也可以 嗯 那這邊何可惜 好像是已經沒救了吧 看起來是不能解決問題了 下一回合用武器的刀就可以砍死了 沒有 光看上天思想生不出任何嘲諷嘛 所以不可能存在嘲諷這件事情 也生不出任何的補血 他自己不能抽牌 所以他的血量應該是綁定 所以這一場 佛神應該是沒有機會 應該只能按下投降吧 好 好 那這場主要關鍵 可惜差一張 差一張 這場主要關鍵我覺得是在剛剛那一回合 剛剛就是 那個 決定之後做1加7之後的那一回合 他沒有做一個全部清場的動作 嗯 對對對 他選擇了一個讓對手66 還可以直接 可以看到他前面這個 對打打碰的那一場 最後是一個 其實那個最後 我記得是青王賊內戰有點 呃 摺壓局 不過他的確 呃他確實塞了一個 就是那一手到6回 他沒有下青王 是下 這邊 他手牌其實非常差 他的抽牌只剩一隻當 群女群火 嗯 來看一下這裡 龍台員發現了那 哦四五費 但 不對 還好 呵呵呵 應該是拿傷害吧 嗯 拿傷害 然後這邊十張要打一張出去 然後 想把幸運幣留給DK 哦 要確保自己可以找對 最 找對手一回 這邊沸人也在手 其實只要來拉閘 這場基本上已經鎖定順決 嗯 現在今天說這裡非常非常尷尬 第一個是對面龍探到的 非常非常大 而且 他不好解 然後他自己 的牌一直沒有進展 就是沒有進牌 嗯 沒有進抽牌 其實 卡上面要律動起來 就是要靠 二費的工程師 骰虛 三費的苦痛 哦 那 呃 其實剛剛這邊決定中 蠻尷尬的 因為他龍水也不能打 因為對面那個龍探員是蠻 不會死 對 好那 下一回合 浮成就可以馬上變DK了 嗯 呃 這邊有沒有辦法 讓自己的血法師自殺 去做一個 綠牌的動作 去玩這張牌一定要 先找一幫工程師 先用工程師 再找一張牌 還要還喔 那等於是在 後級如果還要再刷一波的話 還是 有還是可以再把手牌再刷起來 這邊手上 他直接 他直接把那個牌打掉了 嗯 先去把手上的牌 不用牌先打掉 嗯 這樣子下回有機會用北遜 因為自己手上已經有還了吧 下回有機會再用北遜抽一波牌 嗯 明顯主要是這個對局裡面 理論上這個破木龍 他唯一另外一個用途大概就是 欸 另外一個用途應該就是 幫助自己可以選擇 當作龍嘛 當作龍嘛 當作龍龍獲探員 嗯 這裡會選擇拿嗎 還是你要存戰場拿一個龍獲探員 呃應該是要拿吧 要拿要拿 因為自己手牌也沒有很多吧 也沒有其他的抽牌 嗯 那波神社下一回合就準備變DK了 欸 喔 這邊 呃 拉閘金他應該是找個五費的吧 找五費的 看有沒有抽牌 可以拿 趕快再去找自己可以趕快過牌 有 這邊五費直接找到抽牌跟 呃 這個可能拿加甲也比較好 不過沒有 沒有看到的話 那 可能 是 拿 打五嗎 可能是拿打五 因為如果以他可以活的東西其實也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就是436 436 那個在那裡 喔聖煙墓士被拉 被叫進 被放進去了 嗯 好像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 喔他選擇 還是選擇活2跟抽2 那這邊就是先變DK 直接變DK 喔其實捐獲的血量也蠻 危險 沒有我也想真的很危險 危險 這邊應該只能叫五五了 健身周想死的心都有了 呃疊假是沒有意義的嘛 然後經常少是 自己本身現在是戰場的 戰場的情況下 可能不會找到 來看一下 的確是選擇打五叫五五 那這裡 FOSEN是選擇直接掛武器 那健身周這裡 其實就連939都 目前看手裡是沒有一個好的應對方式 其實叫939真的還好 他就只是佔了一個生物 然後我沒辦法對他的 他就是拖你時間 其實拖時間對卡莎姆也是一件好事 反正就是拖到八回合之後 我一個五八 因為我一回合打出的傷害是超過30滴 嗯 拖時間對 以往的價值是 西娃蘇他可以在那個嘲諷後面佔據了 對 或是站 一直打 那今天因為我們知道FOSEN的套牌是沒有 所以也不存在 這件事情的發 也不存在這個 這個 這張 這個情況的發揮 那FOSEN這應該是 先抽一張再說吧 八張嘛先抽一張吧 他應該會希望自己 趕快把末日守衛抽到手 因為自己現在手上已經是 有兩套五加一的COMBO 對兩個西瓜兩個西瓜刀 能下能切 嗯 他要直接把他吃掉 做一個戰場嗎 他要打三個939 其實這樣的打法是一個 有高風險的打法 怎麼說呢 如果對手有心靈尖在手上 因為他應該知道 呃 對手是有心靈幣的嘛 嗯 心靈幣如果把那個 所有的怪都洗到地址的排庫裡面 那很大的機率會抽到 那個 一費一一三 嗯 那其實就是一個爛抽 就主要是如果今天這裡 更更兇狠 你也是看你有沒有辦法 一個把一個39撞開 但這裡是沒有辦法 那你還是可以用尖效 把全部的這個 呃 呃 就要小鬼洗回去 然後讓對 讓對面接下來的幾張競牌 會一直卡 對 一直會抵耐他的一抽 或者是要逼他用天神級 把按掉 而且這 呃 這一個對戰來講 我認為術士要贏的 要贏的方法就是 一直用末日守衛從頭 嗯 因為很明顯已經 呃 就算之後已經變一個拉閘了 如果你預期對手手上有 有 DK的話 那騎士場 你就只能 呃 前面趕快去做一個末日守衛的加壓 然後死費變DK 再把末日守衛叫出來 像他這樣子 這個打法呢 呃 很多的那個 呃 比較小的惡魔死掉了 那他DK 可能就會叫不出之後 叫出來的末日守衛 嗯 嗯 就主要是你自己 能進攻的兩波 除了我們說西瓜那一波 以外另外一波 就是DK那一波 這兩波是你打下牧師 最關鍵的攻勢 是 那這裡可能會先選擇 再抽一張嗎 再抽一張 還是可以打一個4 去解一個55 嗯 嗯 他先打4 所以他 這裡能頂住的關鍵就是 你一定要能抽嘲諷 對 抽一個嘲諷出來 你一定要能裸抽嘲諷 把底下全部換掉 這邊剛好9費 抽個虛弩林主的時候 抽一個 蒲蟲也可以啦 嗯 那這邊何可惜 好像是 已經沒救了吧 不能解決問題了 下一個回合 用武器的刀就可以砍死了 呃 沒有 光看算天思想 生不出任何嘲諷嘛 所以不可能存在嘲諷這件事情 也生不出任何的補血 他自己不能抽牌 所以他的血量應該是綁定 所以這一場 4成應該是 沒有機會 應該只能按下投降吧 這場主要的關鍵 可惜差一張 差一張 這場主要的關鍵 我覺得是在剛剛那一回合 剛剛 就是 那個 決定之後做1加7之後的 那一回合 他沒有做一個全部清場的動作 嗯 他選擇了一個 讓對手66 還可以直接 可以看到他前面 對打打碰的那一場 最後是一個 其實那個最後 我記得是青王者內戰 有點 呃 摺壓局 呃 他確實塞了一個就是 那一手到六回 他沒有下青王者是下一回 確保可以用炸底斬殺的前提 不過這裡可以看到第二場 兩邊是一個牧師的內戰 弗洛城市 他的三龍墓 底下決定之後 是他這裡自己的 卡札木 然後 那 呃 就算他卡札木有點不一樣的是 他沒有放1費的那個 數字 他是放4費的一個補12D 嗯 其實我自己 是認為放1費的比較好 因為1費的可以配 萊拉 也可以配那個 火山師燒牌 或者是配那個 DK之後 DK之後做一個 重置 重置天然機的動作 嗯 就整體而言他可以 呃 他1費經過光輝元素降會 0費之後你可以 使用的情況下 比較靈活一點 對 等於有很多的 呃 呃 時候包含最後你廢輪要斬殺的時候 那其實也是一個4點傷害 對 但他把他轉成強效治療藥水 他就 比較不那麼靈活 那我們可以看到佛城 這裡 真是厲害 又有龍了 準時二回 死學家可以三條龍配一條龍 這機率難道是很高的嗎 我是不是對 我對爐石的了解 可能有點不太夠了 就是這樣擺是可以打 那以後 怎麼不擺 乾脆目光飛龍不要擺好 就擺兩張跟死學家 其實邏輯上來說 如果他打的每一場都是這樣 那代表說 這樣的機率是 這樣是可以接受的 對對對 可是到底他每一場都可以 運氣這麼好 欸 欸 這怎麼辦 這個 他等一下那個5再偷個5 這遊戲就很難玩喔 我已經被嚇到了 我覺得這樣就撥不下去了 呵呵呵 那這邊佛神已經聽牌了 呃 對對對 聽一張拉閘 對對對 好像 欸你打麻將嗎 你有聽過花壺嗎 就是七搶一這樣 對這個我不太熟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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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有沒有他現在就是截對面的DK啊 嗯 然後等一下這裡 等一下這裡如果可以那個龍獸探員 然後我覺得這個可以直接提出傷害 其實像是已經在 上帝視角看是已經打到斬殺線 哇這邊佛神如果真的沒有戳到 哇 補寵的話會相當難打 呃 而且這兩個已經是他比較不好清理的怪了 這邊在佛神的視角是能不能夠做一個拳解的動作 嗯 而且還要帶回血 就你必須 欸 檯面解完之後你還要能把血量奶起來 呃 要把血量奶起來好像是非常困難 這邊如果打 先打1 2 1的話 有一個易血的吧 然後再打這個法上加1再讓蟹毒的話 是可以全截的 那因為 兩次都是二傷嘛 兩次都是二傷 然後五的那個會死掉 所以六的那個也會死 對對對 那要先抽一張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捕蟲可以用來犧牲的血量 好 再找一張 欸 有 有一個可以切下去可以奶 12血 那這邊就不用 應該是 趕快做一個1加1了吧 嗯 就是把血量補到最大 對啊 這應該是最完美的奶法 這邊直接12血 12血血奶起來 這裡血來到21 那我們剛剛算是不是 這邊是 7加6 13 20點 13加6加1 20點 差1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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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 這裡想的是 對面還有什麼奇 其實可以回去想 另外一個重點是 對面還有什麼回血的手段 結論之後是 已經繳掉我們說直傷好了 不管這一個 嗯 不管這一個火爛海賊偷到的 到底是什麼 他直傷是不是剩一張軍旗 他能打出來的額外傷害 就是過強傷害 應該只剩一 兩張水手都已經繳過了吧 嗯 然後派遣也衝出來了 比如說他只剩下一張 他只剩下一張 他只剩下一張軍旗 就是可以打出的過強傷害 對 我們先假設下一回合對面 一定會有嘲諷 但是佛神這邊 佛神這邊也非常的困難 因為他兩張黑暗血都已經用過了 而且兩張122都已經出貨用來加血了 也就是在佛神這邊 他是沒有任何加血 加血的 生物的 所以我剛才想的就是過強 因為佛神這裡如果他 他已經沒有 他理論上排庫剩下額外一個回血 是要想辦法變DK 所以我就不談這個 因為如果他可以變DK 然後把場景 那當然是沒有問題 所以他能這裡能頂住的關鍵 就是你一定要能抽嘲諷 對抽一個嘲諷出來 你一定要能裸嘲諷 把底下全部換掉 這邊剛有九費 可以抽個虛弩領主 或抽一個 蒲蟲也可以啦 嗯 那這邊很可惜 好像是已經沒救了吧 看起來是 已經沒救了吧 不能解決問題了 下一回合用武器的刀就可以砍死了 沒有 光看上天四小生不出任何嘲諷嘛 所以不可能存在嘲諷這件事情 也生不出任何的補血 他自己不能抽牌 所以他的血量應該是綁定 所以這一場 FORTION應該是 沒有機會 應該只能按下投降吧 就出來而已 其實我應該會直接做煎笑 因為 呃 對手手上 我 對手手上好像剛剛是沒有末日所謂的 你知道是沒有開東西的 唉唷 他剛剛沒有開東西出來 哇 唉唷 欸這邊 這個忽然趕得上囉 忽然好像可以了 但這裡但慢 但你 下一輪的傷害要先吃個 15滴嘛 那沒關係 變DK 就可以剛好把這些末日所謂全部掃掉 可是簡單的是 我擔心的是再下一波 就你這裡回合速是這樣 嗯 就你今天這裡先被衝 先被衝一輪 你DK把全部的末日所謂解掉 然後 速勢還會再一回合 再再再一回合之後可以 我知道 可是 挖了幾隻 速勢下一回合是久飛 還沒有到DK的回合 對 對 再再 下下回合 對 只是FORDEN這裡的確定就是 他死了太多的藍胖 對啊 基本上是左邊已經先倒了 先倒了五隻下去 所以 到底他到底 嗯 DK的那一輪到底出的全部是13還是57 嗯 這邊就是我剛剛覺得他這樣的打法不好的原因之一 很奇怪的 這個 他剛剛這樣他DK 因為這樣子 照這樣 排序來看的話他只會死三隻 末日所謂而已 嗯 那死掉的藍胖可能有 六隻還是七隻 嗯 包括還有三隻 欸還有兩隻939 就理論上這個卡池裡 嗯 哇不切 他打一個好攤的打法 是會看到了群蛆之後選擇不切嗎 呃也是有這個可能的 嗯哼 可是看起來這個結果就是他一隻都不會有 而且在他的視角如果對手有吸引尖效的話 剛剛那一回合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不用 六隻 五隻怎麼不用泥騙我 對啊對啊 就 除非是戳到那張 那我就算了 嗯 可是 殊不知我們傑森之後這邊 釣魚大成功 是貪了一手 真的 我們可以看到 波神剛剛免了一下垂法 他覺得怎麼不可思議 怎麼會有吸引尖效 我覺得你應該是沒有才對啊 對啊 不過這裡剛剛有一個想法是 我要不要把他藍胖撞掉 讓他活得更難 你就不要嗎 對啊 就期望他抽到藍胖 可是如果接下來考慮DK的回合還是沒有差 剛剛會長滿 會 會 就我想要再抵那一個可能出939的機會 哦 或是出5-7的機會 雖然5-7只剩一張啦 嗯 對不對 剩排庫 排庫一張啦 然後復活一張 差別不大 就是 我覺得要防對手抽默奕首位 比起他交939還要來的重點 那這邊 他就算下一盒 斬殺吧 畢竟他明天賽的時候也那個 錯過三次斬殺 嗯 這邊應該要仔細的算一下吧 沒有 西瓜樹這邊能 我們說一波combo 或者是爆發打死青王者 基本上打他 只要手下來 以及變DK 其實就很接近 可以拿下這場勝利了 哦 事實上就跟我剛剛講的 如果做到5加1的combo 然後修武林組出來 就差不多已經鎖定勝去 那這邊就是1加3 就是軍期去把末日守衛解掉 然後連擊 下一回合有一個12滴的combo 嗯 加上場攻的話是12加6 18滴還不夠 還差4滴 他會 他會再高1滴吧 因為那個炸雞是有加夠一次 哦對有加過一次青王的 嗯 你這裡他等於也是全力在找 他這邊就是找一個地獄 就少一個地獄的焰 那這邊 他最希望的禁牌就是 趕快進普通的 把那個 虛武林組拉出來 這裡是可以直接 一跳7 哦他們可以做一個1加7的combo 然後下一回合再做 503 嗯 對下一回合直接在炸雞 一樣是8倍可以做完整套 整套的combo 血量是已經在上帝視角看 是已經打到斬殺線 哇這邊封城如果真的沒有戳到 哇 虎虫的話會相當難打 嗯 而且這兩個已經是他比較不好清理的怪了 這邊在封城視角是能不能夠做一個全解的動作 嗯 而且還要帶回血 就你必須 唉 檯面解完之後你還要能把血量奶起來 呃 要把血量奶起來好像是非常困難 這邊如果打 先打1 2 1的話 有一個易血的吧 然後再打這個法上加1再讓蟹毒的話 是可以全解的 那因為 兩次都是2傷嘛 兩次都是2傷 然後五的那個會死掉 所以六的那個也會死 對對對 那要先抽一張看看有沒有 喔 有沒有 蒲蟲可以用來 犧牲其樂血的 好 再找一張 欸 有 有一個可以切下去可以奶 12血 那這邊就不用 應該是 趕快做一個1加1了吧 嗯 就是把血量補到最大 對啊 這應該是最完美的奶吧 這邊直接12血 12血血奶起來 這裡血來到21 那我們剛剛算是不是 這邊是 7加6 13 13 加6 加1 20點 差1滴 差1滴 難 這裡想的是 對面還有什麼奇 其實可以回去想 另外一個重點是 對面還有什麼回血的手段 結論之後是 已經繳掉我們說直傷好了 不管這一個 嗯 不管這一個 虎爛海賊偷到的到底是什麼 他直傷是不是是一張軍機 他能打出來的 額外傷害 就是過強傷害 兩張水手都已經繳過了吧 嗯 然後派遣也衝出來了 比如說他只剩下一張 他只剩下一張 他只剩下一張軍機 就是可以打出的過強傷害 對 我們先假設下一回合對面 一定會有嘲諷 但是佛神這邊 佛神這邊也非常的困難 因為他兩張 可以趕快過牌 有 這邊可以直接找到抽牌跟 呃 這個可能拿加起來比較好 不過沒有看到的話 那 可能是拿 打5嗎 可能是拿打5 因為如果以他可以活的東西 其實也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就是436 436 那個在那裡 欸 喔聖焰牧師被拉 被叫進 被放進去了 嗯 好像也沒什麼東西可以拉 對 他選擇 還是選擇活2跟抽2 那這邊就是先變DK 直接變DK 喔其實 娟賀血量也蠻低的欸 他血量只有20D 下一回合可以打幾D啊 喔有這裡是先跟上了一點點的節奏 至少這裡呢 拉閘事件先到手 現在兩邊等於是各聽一邊 但 弗神這裡算是小領先 我自己覺得內戰 有時候你還是 你只要能先變DK 欸即使你的天際要兩費 你能壓低這手血量其實還是不錯的 對 那這邊 決定中應該要考慮 能不能抽牌啊 1 2 3 4 沒有辦法 欸可以先抽牌看看嗎 先抽牌看如果沒有抽到的話 再 打一張法術 再把牌甩掉 對對對 因為這邊先變DK 下一回合還是要 還是要抽牌 他有死過 掠寶嗎 對啊 前面有死過一隻掠寶 所以你這裡活的話 你基本抽了你有可能掠寶 欸他這邊 剛剛 欸剛剛就是 綠拉閘嗎 沒有他可以打 他可以打 那為什麼 他卡閘可以打拉閘就可以打 那為什麼 他為什麼這邊不打拉閘 不打 欸你問的這個問題好 對我剛剛會想問就是因為 我以為我有看錯了 等一下可是 可是決定中快要死了 呃這邊算 欸這邊算一下傷害 會不會 已經死了 欸差兩滴 對吧你天際不能點嘛 但是他有722 天際可以點兩次嗎 天際可以點兩次嗎 我說天際可以點兩次啊 但 你說你要722是不是 你722有20滴啊 喔 我剛剛 我剛剛 因為剛剛沒有辦法打722 所以我再算 對對對 我再算用寫法的 寫法的打法是 可以打2222 就打222022 這樣 那應該 因為你沒有 因為只要廢倫 欸12加4 16一對 因為基本廢倫就是已經可以打到 等於廢倫是額外 類似加五法傷這一輪的概念 那這裡是 那趕快去找那個拉札 這過牌其實 然後把自己的那個北軍沈沒掉 不給對方利用 嗯 其實他過不過也沒有差別耶 也也不是沒有 到沒有差別啊 他這樣把對面弄近20 對 他真要說 他其實也很有機會死 對 他這邊把對方打到一個18滴 補血變成20滴 剛好是Frozen的斬殺線 嗯 嗯 就你這邊 在綠牌過程你只要記得 點對方兩次就好了 對 Junzo現在手上還 呃 Junzo是拿下 是青王賊拿下一個烈士局 對西瓜樹的勝利 那Frozen 只是三龍目幫我們秀了一把 到底牧師內戰可以怎麼打 其實這個對戰是 Junzo比較好要對到 因為他想要讓自己的W 對方對方 然後牧師對上對方的舒適 嗯 嗯 至少在自己 哇 欸 這邊一費 似乎他 今天 兩把都洗手 好像不太好 真的 這個看起來是相對尷尬很多 而且你直接打這個 喜歡海扣 你也沒得場 因為你手裡一費 是只有這一個 你這個下去之後 對手就非常非常明顯的 可以提防說 你手裡是有派奇的這個細節 那這邊打215 下一回再加2加2 去抽一張牌 嗯 其實 有些人可能這邊會去換他的移 其實這邊是不應該換的 因為換掉之後自己剩下一血 可能會在揮擊的範圍之內 嗯 還是 而且他身為一個快功德 就是要打快一點 嗯 就你應該去最大化你的傷害 對 你今天這個交換也不是說你保了一些 我們說重要手下 嗯 其實你沒有保了什麼 你真的要說的話 你就是真的少打了一點傷害 對 那這邊派奇應該是不會下的 留著 我覺得應該要留著自己做一個 做一個咆哮 自己要咆哮的時候才把這個派奇下下去 會比較好 或者是盡可能打穩定的一輪加成 如果你考慮到 我們說 一樣是考慮揮擊的情況 那剛剛他換是為了避免三七會倒掉 三七會倒掉 就是如果他不換那個一的話 那可以換啦 可以換啦 這邊就可以換啦 這邊如果不下這個派奇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一二撞這個一一 因為為了防揮擊 還是如果防揮擊到底的話 是不是應該可以考慮拿派奇撞掉 對也是一個考慮點 那這邊應該會自己把自己的派奇吃掉 嗯 因為一一變三四 這樣子一一要攻擊三回合才會是三滴了 嗯 螃蟹只要攻擊一回合就是三滴了 就等於是你可以最大化自己這一隻 對 那 是什麼差異會在哪邊 應該是 如果沒有什麼補血的話 是沒有什麼差異也不錯 那這邊放法有了 放的位置其實有一些 有一些講究的 不過 這套決生週的牌組是沒有放孔牌的 好像是沒有放孔牌的 他是放了 他螃蟹也放得非常奇特 他放了一張吃魚人的螃蟹 然後放了一張吃海盜的螃蟹 哦他放了各一 他原本有超前就是想要去抓 這一次也有三位玩家帶來的魚人勝 但是很可惜 第一個是他的小組上還沒有 第二個是魚人勝通通好像沒有走到這裡 嗯 這對於算是比較可惜的 那剛剛Foxen是利用自己這一次難得 這也是很少的 已經沒有人在帶尾 啟動了 但是他剛剛是有 然後他可以提早的這邊啟動 先跳出了散播瘟疫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Foxen他這套 決生週做1加7之後的那一回合 他沒有做一個全部清場的動作 嗯 他選擇了一個讓對手66還可以直接 可以看到他前面那個對大家碰到那一場最後是一個 其實那個最後我記得是青王賊內戰有點 呃 摺壓局 不過他的確 呃他確實塞了一個就是那一手到六回 他沒有下青王是下一回 確保可以用炸地斬殺的前提 不過這裡可以看到第二場 兩邊是一個牧師的內戰Foxen是他的三龍墓 底下決生週是他這裡自己的卡札墓 那呃 決生週他的卡札墓有點不一樣的是 他沒有放一費的那個數字了 他就放四費的一個補12D 嗯 其實我自己是認為放一費的比較好 因為一費的可以配萊拉 嗯 也可以配那個火山師燒牌 或者是配那個DK之後 DK之後做一個重置 重置天然機的動作 嗯 就整體而言他可以 呃他一費經過光輝元素降會 零費之後你可以使用的情況下比較靈活一點 對 可能有很多的 呃時候包含最後你費輪要斬殺的時候 那其實也是一個4點傷害 對 但他把他轉成強強治療藥水 他就比較不那麼靈活 那我們可以看到Foxen 這裡 真是厲害 又有龍了 準時二回 喔死學家可以三條龍配一條龍 這機率難道是很高的嗎 我是不是對 我對盧石的了解可能有點不太夠了 就是這樣擺是可以打的 那以後怎麼不擺 乾脆目光飛龍不要擺好 就擺兩張跟死學家 其實邏輯上來說 如果他打了每一場都是這樣 那代表說這樣的機率 這樣是可以接受的 對對對 沒道理他每一場都可以 運氣這麼好 欸 欸 欸 這怎麼辦 這個 呵呵 他等一下那個5再偷個5 這遊戲就很難玩喔 我已經被嚇到了 我覺得這樣就撥不下去了 呵呵 那這邊Foxen已經聽牌了 喔 聽一張拉閘 對對對 好像 欸你打麻將嗎 你有聽過花壺嗎 喔 就是七搶一這樣 對這個我不太熟 OKOKOK 有沒有他現在就是截對面的DK啊 嗯 對不對 然後等一下這裡 等一下這裡如果可以那個龍獸探員 然後再拿一個對面的5 嘖 這遊戲 盧石戰監應該不是這個至少卡閘 或內戰 我的理解應該不是這樣打的吧 對應該不是這樣 喔 那可能 這邊應該會打個112吧 嗯 就是下 呃 下北郡 呃 現在手上是 9張啊 9張下一張8張 然後鎮炎盾一張 還是8張 然後再補血 變9張 下會有10張 就對面如果要的話 對面可以推你一把 因為你的北郡龜 對啊對啊 如果對面要的話可以推你一把 沒錯 只要內在中比較可惜的就是 如果你今天這裡 沒有有邊吃 其實今天都是已經有邊吃了 如果你沒有還的話 就是你只爆對方1張 的差異其實 還好 還好 因為都有 古有ORANGE爆6張 什麼事都沒有怕 呵呵呵呵呵 好 Grozen! Let's do this! 显然是控制數會大一點 因為控制數有很多的AOE 那青王則是比較偏向一個戰場 對不起是西瓜樹 因為他的西瓜樹裡面沒有放兩張巨人 所以一直沒有 就是比較不一樣 但他還是有這個末日然後包含有石頭立方體的這一套 我看到Grozen做起手我們想說換完青王 因為他是全換 硬找青王穩了 想不到兩張傳說都到手了 另外一張來的不是時候 這裡Fawson應該還是繼續抽牌吧 他還是希望能抽到一些像是二費的AOE 褻瀆 對 抽到褻瀆 或者是趕快抽到5加1的combo 因為5加1的combo只要一叫出來 叫出去武林組之後 這隊伍基本上就是穩了 這算是這個隊伍裡面 尤其是褻瀆在親盜賊的場的時候 他起手有起法傷有起腐化狂性者 那基本是兩傷兩傷一傷開始少 對 所以你幾乎可以把賊的場全部清掉 這是 但如果你要開始止血的話 或者是打出反攻 他武器現在能拉的一張是末日守衛 這個其實 在這個隊伍裡面不是最理想的 你最理想還是先拉939去擋一輪會是最好的 那這邊應該就是下一張水手 去做一個加壓 那會不會把這個硬幣去留給像是戰馬 就先說這裡是沒有放巫妖王的 那他可能留給戰馬 或是留給一個屠殺者的一個combo 嗯哼就主要是綁定可以自己觸發連擊 或者是 看范克里夫什麼時候到 其實這個也會影響你在前期可以給對手的加壓啦 不過這裡非常非常可惜 佛城這一套 他的 這一套計畫素的惡性 有放一張末日跟一張爬青蟹 那這個一把一吃 這個賽局馬上就直接檯面是打回來的沒有問題 因為 等於是一個反過來是買檯面 祈求一個 希望自己的檯面是有機會跟對方交換的能力的打法 嗯 而且紫蘭安教師其實是一個 沒有嘲諷的嘲諷怪 嗯 對他在場上的時候大家都會想要去把他解掉 因為他如果一直打法術教術一一其實也是挺煩人的 嗯 對啊 有點像綁 他綁定了今天他自己可以在一邊解場的時候 我們說一邊解場同時鋪場也許他沒有火門這麼強 但他畢竟在對快攻的時候 其實你有時候要求不是一隻很大怪 是你要很多的打點 是對就像你揮擊完之後 哎你需要這個一傷去補很多的小怪 或者是配合你的天生技 甚至讓你的尋導出路可以去拉那個小怪攻擊力 那你可以做更好的交換 那這邊打揮擊搭天生技的話 可以解掉剩三隻二二嗎 嗯 揮螃蟹嘛 嗯 好天生技打一 會一個咬一個然後撞一個 然後撞一個 然後撞一個 剩三隻螃蟹的話 對面常攻 對面的血量剩二十滴 跑效好像是受不掉的 跑效的話 跑效是十五滴加天生技十五滴 欸打不了天生技 那只剩十四滴 那在捐肉這邊 最希望抽到的可能是加一加一吧 就最好是抽玉蓮或是野性兩個加成都可以 對對對 除了讓對方爆而解之外 也讓自己場面的攻擊變高 也讓自己在比較最低的費用的潛力下 可以解掉對面的檯面 喔 還行 當然這不是最好的 因為他至少但 但我好多想吃 他至少手裡還有一波 而且對面 散播瘟疫史已經開過一次 而你現在 理解應該是對面應該是沒有的 有沒有剛剛那個檯面 對如果散播瘟疫的話應該會打了 剩下一個走臉 那就這邊可能 Force可能要考慮這個 尋找 這邊收到滋補 我剛剛在考慮尋找出會不會拿來抽牌 因為在這樣 這樣下去 如果沒有任何的解場的話 會直接被打死 那這裡應該是變成硬跳吧 然後去打全罩出入 讓你保證 下一回合可以去走 我們的終極瘟疫 OK那應該是兩輪的全盾流 28滴喔 那這邊應該是打一個7吧 想一下 如果這邊直接打5 直接打5鋪場的話 你下一回還是可以 下一回咆哮 可以咆哮 下一回如果 考慮再開咆哮的話 理論上對面應該可以解到你 兩隻 五隻打的話 檯面 12可以打出 20 21點吧 你算五隻二嗎 我算 沒有沒有 你說兩隻一二蓋住嗎 22點左右 他這邊不打7的另外考量 他會想說 他會想說 他會想說